《江湖最后一个大佬》 大家好,我是Eli 今天想跟大家评映一部港产片叫《江湖最后一个大佬》 1990年作品是由周星辞吴曼达大傻主演 故事讲熟星爷的老爸刚刚坐完间出来 老爸是个个气大佬,女儿不认他做老爸 一直认为是他害死的老母 女儿和一个黑帮大佬招职仔在一起 老爸希望他不要再和招职仔在一起 所以他找了旧史的兄弟商量 他们约了招职仔出来,可惜他没有来 只是叫了他的马仔来 到底是过气大佬,这也不给面 大傻和达叔打了招职仔一餐 他说是恨在心,所以就找人教训大傻 这么专,老爸就去抢他的白粉 最后招职仔去捉了女儿来威胁老爸 叫他给白粉给他 精彩,精彩,讲到经典当然是这一幕 招职仔很不给面老爸 所以他们一班兄弟就很不爽 大傻第一个站出来说 一羽去斩那件弹扇 师爺又劝他不要动就讲打降扇 都一把年多了,哪里还跟人抽 大傻说,我们只是收档而已 并不是收山,用什么轮 师爺威再说,他们以前年轻就说 现在兄弟兄弟都几千岁了 拿几把蓝铜蓝铁,不怕被人笑吗? 人家是拿枪的 大傻又说,枪最多给他八粒子弹而已 射完就没了,我们这么多人怕要毛吗? 老爸叫他们一人小句 大家都这么老了,又有老婆子女 他不想再练女的兄弟 老爸演到有情有义,而大傻还用我说吗? 演技简直就是一流了 好了,今天的评影就到此为止 请大家subscribe这个channel 多谢支持,我们下次再见